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米海爾三世的寵物巴西爾本身出生在平民 他的父母也是普通的農民 他是在拜占亭的馬其頓其中一個軍區出生 所以小時候有個朵 大家都稱他為馬其頓人 後來他暗殺與共治的米海爾三世後 他的皇朝就開始叫做馬其頓皇朝 在他童年的時候 他被捕捉到保加利亞做俘虜 長大後他便回到拜占亭 誰叫你窮,頂硬賞,唯有去打工 後來替皇帝米海爾三世其中一個親戚做馬夫 在他出差時遇到一個貴婦 貴婦也挺喜歡他 後來付了一大筆錢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前面說過,米海爾三世是個二世組 很喜歡到處玩 話說有一天,米海爾三世 招呼保加利亞市集團 在期間吃東西的時候 雙方便派摔膠手 拿來互相鬥,爭爭 保加利亞當然派他們的摔膠冠軍出來 而米海爾三世 當然沒有這些冠軍 他便叫他的親戚派了一個家臣出來應戰 這個家臣虎背紅腰 一落場便秒殺了保加利亞的冠軍 散打冠軍 於是大漸亭超級有面 一落場便KO 米海爾高興爆炸 對這個家臣令眼相看 又有一陣子,米海爾三世 玩馬拉賽車的比賽 那隻馬是一隻野馬 基本上在場的騎士都搞不定 就在這個時刻 又有一個年輕人挺身而出 跟這隻馬聊了兩句話 便純服了這隻馬 米海爾三世一看 哎呀,這個就是上次在摔膠 KO了人家散打冠軍的大隻仔 沒錯,這個大隻仔就是巴西爾 這個時刻仍然在米海爾三世的親戚做馬夫 做得馬夫 他純服一隻馬,也不是很難 這次巴西爾徹底被皇帝看中了 從此走上飛黃騰達的道路 兩人亦成為了中國名牌 好例有競爭對手好機友 你說這兩兄弟的感情好到哪裏 一條底褲兩粉穿 都是碎料來的 人家有皇帝米海爾 娶了皇后之後 他不是不喜歡的嗎? 他喜歡那個宮女嘛 但是因為宗教的問題 皇帝是不可以去立這個妾侍的 也不可以離婚 但是這個宮女已經懷有龍種了 一個受到皇上重行的宮女 有了皇帝的龍種 即是皇帝和他通姦 怎麼辦? 為了可以把這個小三更合理地留在他身邊 米海爾三世想了一個可能你媽也不相信的理由 他就叫巴西爾過來 美海爾三世把你的老婆優了他 然後娶了我的小三 巴西爾為了上位肯定照做 其實一早就想飛了個臭婆 即是這樣說 米海爾三世拿什麼和他交換 就是拿一個巨大的權力和他交換 甚至乎到後來 巴西爾還成為了帝國的富皇帝 所以方便和他的小三通姦 可以 真是很差勁 這樣也讓你想到 最後巴西爾乾脆 將原先的拜佔庭皇帝 米海爾三世堆落 自己做唯一的皇帝 在他統治的時候 他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來自保羅派的威脅 Paul有什麼好害怕? 保羅有什麼好害怕? 其實保羅派是基督教的異端 他的成員主要是由農民為主的一些基層百姓 人數相當之龐大 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 他們的勢力相當之龐大 亦建立一個擺脫了拜佔庭管制的共和國 之後這群人還聯手阿拉伯人 起兵去打拜佔庭 巴西爾派兵 平叛了阿拉伯人和保羅派的伴聯 之後拜佔庭 又數次遠征去到 又法拉底河流域 驅逐在那裡的阿拉伯人 也迅速控制了地方 與法蘭克皇國聯手 幫法蘭克從穆斯林的手中 修復了意大利的城市巴里 但後來巴里統治者也背叛了法蘭克 然後投奔了拜佔庭 拜佔庭也獲得了巴里統治權 巴西爾也在西西里阻止阿拉伯人的擴張 守住了整個意大利 這件事也令到拜佔庭帝國 在地中海的地位日益加強 他做的這一切 亦為之後拜佔庭的寸勝時期 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巴西爾最為人熟知的公職就是立法 什麼?他不是農民嗎? 為什麼他這麼重視立法? 張仔曾經做過乞丐 他又立大名律禮 你又不問他為什麼? 他參考了查士丁尼法典 用希臘文寫了一本很簡短有效的法典 這本法典一直被拜佔庭的司法部門使用 後來巴西爾越來越老 他開始要考慮他的繼承人 他最喜歡的那個 其實就是他和他原配所生的大兒子 君士坦丁 之後他就將君士坦丁和他小老婆所生的長子 尼奧立為共治皇帝 但沒辦法 大兒子君士坦丁短命 令他父親要白頭人送黑頭人 所以王權便落在巴西爾的小老婆 你還記不記得這個小老婆是誰? 這個小老婆當時還未替米凱爾三世 是娶了他的小三 然後優了他的原配 所以這個小老婆就是米凱爾以前的公女 即是那個小三 所以這個小老婆的長子 尼奧其實是米凱爾三世的兒子 巴西爾其實和前朝皇帝的兒子尼奧 所以他的小老婆關係非常之差 所以明眼一看就知道他倆肯定不是親生的 他和原配夫人的大兒子死了 沒辦法 巴西爾就只可以和他的小老婆生的另一個兒子 叫做阿力山大 和他的小老婆和前皇帝生的尼奧作為共治皇帝 幾年之後巴西爾在一次狩獵的時候 他的衣服的帶子因為掛在一隻鹿的鹿角上 你也知道鹿跑得快 被鹿拖了很遠 回到家後便發高笑 最後亦死了 中年七十多歲 於是順理成章地 利奧和阿力山大便繼位 那麼他們這個同母義父的兩兄弟 究竟又怎辦呢? 我們留下集再說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夕陽到西嶺 講下拜佔庭 我們下集再見